《香港台神祖新聞》是由地產鐵三角Johnson Remax Diamond Award Team 港城裝飾工程 葉師傅 特約贊助 播出 Hong Konger Station 《香港台神祖新聞》報導 各位,今天3月11日,歡迎收聽《香港台神祖新聞》,我是王俊賢 俄羅斯入侵沃蘭第16日,戰事仍然沒有平息跡象 俄羅斯總統普京更決定增兵,批准16,000個中東志願軍參戰 至於沃蘭說,俄軍在過去兩個星期失去平民的數字多過軍人 烏克蘭的7條人道走廊至今已設走屬20萬平民 不過俄羅斯在馬里乎波爾繼續圍堵轟,撤離行動多次要終止 烏克蘭指責俄軍破壞停火協議 總沖澤林斯基說不能成功運送食物、水和藥物去到市內 俄軍坦克不斷攻擊人道車隊,情況相當絕望,猶如世界滿日 俄羅斯聲稱人道走廊每天當地時間早10點都會開放 不過不清楚俄方的撤離路線目的地 戰事情況膠著,不過俄軍的攻勢沒有停止 過去幾小時,俄軍在西部展開更多地區攻擊 在西北部的盧斯克,俄軍針對機場和飛機引擎工廠攻擊 而中部重鎮蒂尼伯羅被猛烈轟炸,選委非常嚴重 據報最少一人死亡 西北部的弗蘭科夫斯克也證實被俄軍攻擊 另外俄軍聲稱親俄分離分子奪取策略性要點 沃爾諾瓦卡,是被圍堵的馬里烏波爾城市以北 俄軍繼續以圍堵戰略包圍多個城市 令線內陷入糧食短缺危機 至於俄軍在北面的澎大車隊繼續向首都基庫風向緩慢移動 也再次調派入森林地區,距離幾乎有9公里 衛星圖片看到有車隊在安東諾夫機場附近出現 美國早前評估俄軍未來會使用生化武器傷害平民 俄羅斯反指美國在沃爾蘭研究生化武器 澤林斯基反駁有關指控,警告俄羅斯如果使用生化武器 將會面對最嚴厲制裁 美國早前說,俄羅斯說美國支持沃爾蘭生化武器設施 是俄方的FoxFact指控 只在合理化俄軍使用生化武器 不過路透社說,世衛官員表示 世衛建議沃爾蘭摧毀研究實驗室內所有病原體 防止任何潛在洩漏 不過有關官員並沒有提到有關建議是何時作出 亦目表明沃爾蘭進行哪類病原體或毒素研究 聯合國安理會應俄羅斯要求召開緊急會議 針對使用生化武器問題,商討懷疑失實指控 有美方人員認為俄羅斯是期望利用安理會 繼續向世界傳遞假信息,欺騙世界 另外,歐盟未容許沃爾蘭通過快速通道入歐 不過最新宣布計劃加碼軍事援助沃爾蘭 支出將增加一倍到10億歐元 俄羅斯在軍事入侵沃爾蘭當中多次被指犯下戰爭罪行 包括攻擊平民區、醫院和學校等等 國際刑事法庭表明展開調查 聯合國人權事務處說收到可靠報告 證明俄軍使用集束彈進行無差別攻擊,可能犯下戰爭罪行 聯合國人權事務處說集束彈的影響範圍廣闊 在人口拔襲地區使用並不合適,違反國際人權法原則 提醒俄羅斯任何直接針對平民和民用設施 以及光炸穿落或無差別攻擊都是國際法之下禁止的行為 否則就是犯下戰爭罪行 西方一直拒絕在沃蘭上空確保禁飛區 英國首相約韓信接受skynews訪問時說 拒絕沃蘭總統薩蓮司機要求深感不安和極度痛苦 最新英國宣布制裁386個俄羅斯國家杜馬爾元 有關人等涉及投票承認沃蘭頓涅茨克和努金斯克獨立 將會凍結有關人等是英國的資產和實施旅遊禁令 約翰遜在訪問提到 自俄羅斯入侵沃蘭以來 幾乎每天都會與習近平對話 對話相當坦誠 不過重申英國和北約不能越線 要求皇家空軍基斯和戰機執行擊落俄羅斯戰機任務是相當艱難 他又說擔心普京或沃蘭使用生化武器 又說俄方聲稱對手或美國儲存生化武器是跟劇本走 又提到類似事件在敘利亞甚至英國發生 相信俄方只是使用生化武器 中美關係因為台灣問題變得緊張 中國總理李克強說兩岸同胞說到底是一家人、手足親情 堅決反對台獨分裂行徑 又說中美不應該關上對話大門 李克強說對台灣的大政方針明確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 堅決反對台獨分裂行徑 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祖國統一 他形容兩岸同胞是一家人、手足親情 任何時候都割不斷 願意繼續與台灣同胞分享發展機遇 對來大陸發展的台灣同胞提供同等對待 據說只要兩岸同胞團結向前 一定可以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共享中華民族復興的福祉 提到中美關係 李克強說兩國關係在過去50年雖然有矛盾 不過一直向前發展 期望按照兩國元首去年年底 視像會議時後達成的共識 以理性和建設性的方式妥善管控分歧 尊重大家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節 多對話、多溝通 認為中美既然已經打開對話大門 就不應該再關上更不能脫勾 李克強說中美兩國社會制度和歷史文化有差異難免有分歧 不過合作應該是主流 強調世界和平發展依賴於合作 就算是經貿領域上面對市場競爭 也應該有良性公平競爭 他說中美兩國去年的貿易額超過7500億美元 比前年增長三成 說明兩國合作領域廣闊有巨大潛力 如果美國放寬對華進口限制 雙邊的貿易額會更大 兩國人民也會從中受益 轉帶疫情 Deltacron正式被列為COVID-19變種病毒 法國、美國都出現零星確診病例 英國衛生安全局上個月也曾透露在一個患者身上 同時發現Delta和Omicron Deltacron是Omicron和Delta結合而成的變種病毒 最新巴黎病毒學家已經對Delta-Cron進行基因排序 法國幾個地區已經發現病例 相信是自1月初開始傳播 世界衛生組織在3月9日簡報當中提到 在荷蘭和丹麥也發現這種病毒株 世衛說病毒再次變種是屬於意料之內 尤其Omicron和Delta疫情沒有緩和 補充團隊只是進行追蹤工作 早前英國衛生安全局透露 在英國發現一個患者同時感染Delta和Omicron病毒 分析說確認更多病例只是時間問題 綜合Sky News引述科學家指出 現在人類對兩種病毒都有很強的免疫力 相信疫苗可以有效應對變種 疫情也沒有提升到令人擔憂程度 英國2月下旬開始放寬防疫限制 疫情也開始留有反彈 昨天新增確診超過7萬宗 142人死亡 不過絕大部分主流媒體都沒有大幅報道 至於香港新增29,381宗確診 當中18,888宗經可酸檢測確診 過萬宗經發出檢測陽性靜台情報並獲確認 另外再多196個離世病人對新冠病毒呈陽性 年齡介乎24至107歲 醫管各種行政經理何婉霞說 其中較年輕的離世個案 包括一個24歲男人 本身有先天性疾病 住在院石 另外有幾個年齡介乎50至59歲病人離世 本身住在院石 有長期病患 需要人照顧或需要洗臣等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駐收拾醫生歐家榮說 疫情有受控跡象 未有白髮式上升 不過不能單靠幾天數字評估未來趨勢 可能需要觀察多一兩個星期 呼籲市民要保持謹慎和社交距離 否則疫情可能反彈 提到隔離需求 歐家榮說 很多密切接觸者都是家居密切接觸者 一半安排在居家檢疫 使用檢疫設施的需求有所減少 當局會一直觀察使用率 並且適當將部分檢疫設施轉為隔離設施 而解決社區隔離設施嚴重不足問題 由預計香港未來都有大量感染個案 有需要興建更多隔離設施 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計63萬4000多人確診 檢出病毒死亡人數3231人 靜低死亡率是0.51% 醫管局證實 早前有醫院曾將遺體放在病人旁邊 不過情況已處理 對於引起病人不安感到很抱歉 不過疫情嚴峻 公園面對前所未有困難 希望市民體諒 再關注一下 香港積金局公布 去年以永久離港為理由提取強積金申索 合共有33700宗 總額超過90億 單計第四季 申索數目有8700宗 按季減少6% 涉及金額23億8400萬 積金局發言人補充 2021年全年的申索數目比對上兩年有所上升 不過比100年數目相約 比17年為低 截至去年年底 強積金總資產大約1.18萬億 按年增長4% 淨回報超過4,018億 自小到實施以來的年率化淨回報率4.3% 高過同期1.8%的年率化通縱率 神早新聞到這裏 地產鐵三角Johnson今期突躍 放盤放給其他人 不如賣給同路人 今期徵求貨倉廠房一個 位於市家堡萬錦列治民山或道行區域 面積3萬呎或以上 樓底20呎或以上 客人目標預算1,000至1,500萬 另外萬錦市Markham Road和Major Mac Townhouse私仇 四房四次六連身千八呎賣120萬 如果和老人有介紹 請聯絡Johnson 電話647-629-8281 歡迎經紀合作 可惡 加一條木在廚房裡 用什麼器材呢 交給我呢 大劑了 死呀你這次 不行又在這裡裝作 那結果怎樣呢 可以可以了 不行了 唉 你們別吵了 找港姓裝飾工程葉師傅就可以了 電話是647-299-6721 有心入學或者找裝修工作的香港人 歡迎打來找我葉師傅